觀眾今天一早位在花蓮的停車場 全部都被車輛給停滿了 就因為今天凌晨花蓮地震不斷 許多民眾根本不敢待在家裡 乾脆連夜帶著一家大小住在車上 來聽一下居民怎麼說 好可以聽得出來當地居民真的非常的擔心 另外在花蓮公正街這邊也有市民代表 以及區公所開設收容所 並且連夜協助居民來做撤離 只見帳篷內有許多民眾 都來到了這邊緊盯地震的最新動態 至於何時回去呢 他們都表示還在官網當中 以上是想最新先把時間盡頭交換給棚內 在花蓮公正的時間盡頭交換給棚內 在花蓮公正的時間盡頭交換給棚內